大家好,我是田野 在这里感谢中国篮球界的兄弟们对田野的关注 谢谢你们,希望中国篮球越搞越好 希望你们家庭幸福 2019年1月12日 在中国河北发生一场大战 54岁的传统武术礼盒腿大师田野 ES40岁的格斗狂人徐晓东 我们的田野大师在过去一两年 一直在网路上挑衅徐晓东 还曾经去徐晓东拳馆叫嚣 后来两人达成协议搞一次正规的比赛 这个比赛是由格斗世界买版权进行付费观看 我们先来看一下田野的基本资料 拥有UFC80公斤金腰带 180公斤世界金腰带 WBA80公斤世界拳王金腰带 甚至还有北京奥运80公斤拳击金腰带 妈呀 我们的业余选手徐晓东 怎么可能打得过如此惊人的大师呢 赛前田野的母亲去世 可能让田野的备战也受到一些影响 田野表示要KO徐晓东 以此来祭奠刚刚去世的母亲 话说有一些观众可能不知道什么是李河腿 就是传统武术李 一个有点像是卵身的基础动作 没有什么特别的 那我们话不多说 就赶快来回顾这场比赛 第一局开打 田野不断使出足以击倒80岁老人的拳头 一开场就以惊人的力量将徐晓东逼入绝境 徐晓东一个低踢 但是没有 田野持续进攻 徐晓东非常害怕 一直往后 这时候突然做出一系列反击田野 裁判介入暂停 可能是饿了 田野大师的鼻子开始流出巧克力酱 徐晓东则是趴在身边看起来极为痛苦 想必是田野的拳头太重 让他无法承受 但徐晓东生怕观众担心 还是故作坚强向大家比了一个圈圈 表示他还可以 裁判以及其他面包师傅们开始警告田野 不可以使用太重的拳头 于是为了将田野的力量封印 只好将田野的脸裹成像面包超人 遮蔽他的视线 封印他强大的力量 但是请记得 田野大师刚流的不是血是巧克力酱 在面包师傅们帮田野进行封印的同时 徐晓东趁机休息一连很害怕 就这样全新的面包超人田野诞生了 比赛随即展开 田野持续进攻 压制徐晓东 这时田野不小心滑了一下 想必是擂台太滑 田野继续进攻 偶尔滑一下 徐晓东只能防御无力招架 可能是因为手不能继续承受田野的拳头 徐晓东只能任由面包超人打 而且手已经废了 只能出脚 田野脚又滑了一下 应该是不想让徐晓东太难看 偶尔要表现得自己弱一点 真是温柔又强大的男人啊 比赛继续 徐晓东转身后踢 田野闪过 徐晓东害怕地背对着田野逃跑 田野追上去 展现小猪的招式 空干 真的是台上一分钟 床上十年功啊 第一回合就这样结束了 徐晓东暂时平安 田野看起来一般轻松 第二回合开始 徐晓东因为手废掉了 只能不断出脚攻击田野 但田野毫发无伤 不一回而再度压着徐晓东塔 徐晓东双手打开表示想投降 但是田野不愿意继续进攻 这时候徐晓东突然跳起来飞溪 田野这时候刚好脚扭到 倒下比赛结束 幸运的由我们徐晓东获胜 要不是田野大师脚刚好扭到 我想徐晓东可能就会输得很难看 赛后田野独自一人乘坐高铁回到山东 时刻几天首度发生 谈论到自己败给徐晓东的原因 他说 我的手在实战中受伤 被伙伴戳伤了 所以我当时打不出重拳 这让我的重拳威力打了折扣 当然我尊重徐晓东的腿法 他的低扫很有威力 但我不惧怕他 我可以扛住他的低扫大概十次 我的老天鹅啊 不愧是我们的大师 即使视线被遮蔽 力量被封印 拳头早已受伤 地板很滑 肚子很饿 却还是坚持应战 真是太让人佩服了 好啦 今天的赛事回顾就到这边 我是玉飞 我们改天见 拜拜 田野 田野隔空来打我 哇噪 真的 哇噪 这不是假的 哈哈 哈